3 2 1 紅毛城 熱鬧的開城儀式 在眾人的見證下拉下彩帶 正式宣布紅毛城這座百年古蹟 將重新開放參觀 國定古蹟紅毛城自2015年1月起 因台灣氣候潮濕 導致外牆水分囤積 造成塗料剝落而進行修復工程 在日前配合全國古蹟日 和建成370週年系列活動 重新開放參觀 紅毛城其實它關城維修 因為之前的漏水 370年下來其實已經很多地方 已經是不管在外牆的顏色 或者漏水的部分 其實都有很大的損傷 所以我們也是想到要維護古蹟 所以這個城門大概關了將近兩年 所以都徹底的把它整修好 所以也藉著今天的古蹟日 然後對民眾開放 重新開放的紅毛城 除了維持原來的文物 還有建築模型展示外 還增加了中英日三語字幕的 影片放映和多媒體體驗區 讓大小朋友在欣賞古蹟之餘 還能親自感受到 紅毛城當年的歷史背景 希望有更多的方案 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到紅毛城 那我們也加強在紅毛城的歷史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做紅毛城的歷史的展現 包括它的古戰場 包括它的海港 以及包括它的文化資產 以及還有老街怎麼樣的在線 我們現在都在努力 希望讓更多的人 更多的市民更多有興趣淡水的 歷史文化的人來到淡水 紅毛城最初為防衛要塞 為了抵擋炮火攻擊而興建 這次的修復工程 在多位學者及工程指導委員的審議下而完成 希望透過這樣的古蹟巡禮 讓民眾更加認識紅毛城 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的價值 及世界遺產的保存概念 水天空新聞淡水報導